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带您一块来关心今天的高雄发生了哪些大事以及这一个礼拜还有哪些重要消息 下面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一块来看到的是市场成局在1月6号的时候参加了高雄佛教会的平安午宴 除了提前来拜个早年之外也表示中央针对殡葬管理条例已经进行修法工作 而在地方的部分会快点和所有的寺院沟通辅导就地合法 端着白色茶杯高雄市长成局逐桌置意 高雄佛教会的春节团拜平安午宴 大约有百位佛教长老和宪仲宇会互相拜年 市长感谢宗教力量进化人心 更是遇到天灾时抚慰人心的重要力量 感谢我们佛教会可以说对我们利用佛教的主编 佛教的疲心 对我们所有问题 我们担当当地区 或人佛风采天灾 或是有什么人政府照顾不够 对不够 陈局也提到在去年底已经通过修法的殡葬管理条例 强调市府将尽力协助高雄市内设置殡葬设施的寺庙 就地合法 殡葬条例 承诺会用沟通来听取各方建议 为存在已久的模糊地带 寻求解套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农历新年的脚步要进了 过年免不了穿新衣 接下来的消息要带您一块来逛一逛 在高雄老字号的长民商圈 在这里有全台湾最大的成衣批发市场 获色可以说是相当的齐全 而这一回要配合市府过好年 推出了特别的优惠 先透过镜头带您好好的来逛一逛 辣妹竞庄任务 为高雄过好年活动揭开序幕 为了吸引更多人到长民商圈办年货 主办单位不习成本 推出金美商品议员竞标 这招果然有效 300一升 没有了吗 350 好 350很好 500 你会背500 500 没有才会比他更高的 我们高雄市政务经济发展局 跟我们特色商圈这边 也希望 在今天开始 一直到1月21号 我们前前后总共有10场的过好年的活动 希望每一场都有我们的高雄市民 热情的来参加 那我们每一场活动 我们也都提供很丰富的 相关的这些赠品 要给我们所有参与活动的高雄市民朋友们 最后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已经开始过年了 高雄市长民商圈 是南台湾最大的服饰批发市场 有30多年以上的历史 老字号的各种进口服装代理 新加入的电子音响销售 还有精品百货应有尽有 欢迎准备买新衣过新年的民众 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 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即日起 从长宁商圈展开 同步庆祝办理活动的 还有骑山老街以及三凤中街 和钢山寿天宫 都会推出年货特卖 春联免费送等好康的活动 要让民众喜气洋洋 满载而归 港多新闻综合报导 看完了长民商圈 当然了呼吁大家好好的 帮自己来采满西衣打扮一下 如果说到要采满年货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不可不走一趟 那就是高雄市的三凤中街 在这里想要买什么通通都有 而现在三凤中街 为了配合过好年的活动 也推出了一连串的系列活动 希望民众可以好好的来采满年货 五龙带着五路财神前进三凤中街 配合高雄过好年启动 涌现人潮盛况 弥漫浓浓年味 说到我们三凤中街 上港有名声 下港有村名 只要是我们高雄人都知道 過年要看年货 要买南北货 要拖拖拖拖 一定要来我们三凤中街 这上港有过年的气氛 这上港有过年的气氛 这上港的会员 要买什么会 这上港都有 3 2 1 请起动 秀出吉祥话和各种年货 凸显三凤中街特色 主打年货食材最佳采买地点 这个今年过好年 我们准备很多东西 像我们要买柜 不是 买这个年菜 什么只要你要现价 或是回去煮的 我们都饮料 饮料 年货大街启动造势 常常的人龙早已排队等着领春莲 逛街前 仙桃喜气 新年一年 龙年行大运 迎接龙年到来 三凤中街要让市民 用最经济的价格 年货需求一次满足 彭秀欧院朱宇宏 采访报道 新闻插幕 那一天春莲和这边 十月来到爱河又回 不如这边看着春莲 一个花蜜就准备 站在他的梯买 要来弄过山羽山穹过路 春莲看着这边 为了要改 可以早上的 既然做出这么危险的 当中冠近就来跟祖董 拜拜 三礼拜 在这个时候 变得穿出一台乌兜摆 好嘎才不看生意外 所以骑下车 一定要顺受交通安全 一切按照整季 这样才能有一段 幸福浪漫的约会 好嘎唷 我出去散步运动一下 爸 穿着明亮的衣服 这样开车的人容易看见 比较安全 走路要走在人行道 否则会很危险 更不能直接穿越马路 你记得走搬马线比较安全 好 外出衣着要明亮 走路过街有保障 168捷运系统捷入网 我们决定开始简简简碳 搭公车咯 公车来了 你这样子公车无法靠站停车 而且你这样不仅对车上的乘客很危险 对大家都非常危险 上车了 等一下 要先领让下车的乘客 而且下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后方 有没有来车 好啦 这台公车底盘好低喔 低底盘公车是为了方便老年人 还有行动不方便的人上车 不是给你玩的 拜托你乖乖针手灰色 这样子搭乘公车才会舒适方便又安全 失运之后 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高雄旅游 今天带你居然是一位金把美女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些外国人很奇怪耶 要过马路也不会看一下有车子要过耶 这样不对啦 这一系车应该要领让行人 这不但是国际礼仪 而且妨碍交通秩序 知道了 这是我的朋友 Amy 你们很不胜使 让我杀坏了 尊重路权 幸福安全 幸福高雄从社区出发 感受在地人对社区营造的付出与热情 12个幸福社区情味高雄故事 近在每周四晚间九点 公历好历灾 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熊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一周的新闻回顾 回顾新闻首先要带您前往的是 高雄市著名的风景区 也就是澄清湖 在这里风景相当的秀丽 在之后这里将要采取 针对高污染车辆 进行管制的措施 而这也是全台第一个空气品质的计划区 而相关的管制 将在今年的3月1号起正式实施 风光明媚的澄清湖风景区 是高雄市都市支费 又位于市中心 环保局为了加强空气品质管制 特别选定风景区作为空气净化区 也就是将管制进入圆区的车辆 那这些车子不是不让它进来 它也可以得到我们去 这个空品区自主管理 达到A级标章的柴油大客车 或者取得各年度的机车定检 蓝色标签的机车 这样可以进入这个空气品质禁区 只要是被列入高污染的车辆 从今年3月1号开始 将被限制不得进入风景区内 因此包括88年6月30日前出厂的柴油大客车 以及92年12月31日以前出厂的二行程 和机车都是列入管制不得入内的车辆 对此是否会引起地方民众的反弹 澄清湖风景区表示 会全力配合加强宣导 以我们的游客的数值来讲都非常高的 那虽然也有可能造成一些管制车辆的一些进出的不方便 但是我想站在地球只有一个 站在环境保护空气品质维护的这个区块 我在想我们的游客跟我们的朋友 都一定能够全力的来配合 澄清湖风景区为全国第一个空品禁区的示范区域 环保局希望能够落实执行后美化环境之外 还可以有效降低都市热岛效应 至于成效如何 值得期待 港督新闻 黄兰军镇景红采访报导 在澄清湖要管制高污染的车辆 当然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响应节能减碳 事实上现在节能减碳工作的推行在高雄也有好成绩 尤其是在针对一些环保孕聚的部分进行补助 高雄市民列五都之首 新的一年高雄市环保局要上市民报告好消息 包括泰旧二行程机车 新购电动机车 以及电动自行车等推广低碳交通工具项目 高雄市不但领先五都更是全国第一 那去年总共泰换了21500辆 那占全国的百分之超过33.3% 那泰旧二行程机车之后 我们有加码补助 让民众去购买电动机车跟电动自行车 那这两项也占全国的第一名 因为有民众的踊跃参与 让高雄市迈入低碳城市行列距离更近 为了鼓励更多人 响应推广低碳交通工具 環保局今年除了在监狱沿线 设置30个电动机车电池交换站之外 民众换购电动机车也可以获得加码补助 针对这些加入电动机车电池交换系统的部分民众 我们会再加码 除了有环保署补助 工业局补助 环保局的补助以外 只要参与电动机车电池交换系统 高雄市政府再加码一万两千五百块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的诱人的 所以可能只要花到不到一万块 就可以使用电动机车 还可以使用这个电动机车交换平台 全新的电动机车将可以用不到一万元 就买得到这么优惠的消息 难怪环保局用秒杀来形容民众的询问度 想要加入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行列吗 不妨从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开始做起 港督新闻黄莱军正景红采访报导 艺术家詹浮云在台湾的画坛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他后期的作品大部分是以油画为主 事实上詹浮云曾经因为受到228事件的迫害隐姓埋名 而改用胶材来创作 高美馆为了要来呈现詹浮云的绘画人生 计划在3月份来测一档的展览是针对 詹浮云艺术生涯 现在对外发出希望可以协寻的消息 目标要针对詹浮云早期的胶材作品 这一幅是画家詹浮云在1962年用胶材创作 荣获台阳美展沈教育会奖的赤山 同样是胶材包括1963年所作的黄昏小器 和1963年获得26届台阳美展台阳奖的余晖等 加上其他不知道创作主题 但仍有图片可供辨认的胶材画作 目前共有13幅画被列入高美馆 詹浮云艺术研究展带寻作品清策中 要请民众帮忙找一找 现在他们比较辛苦 而且这个可能有些作品 这个年代久远就流落四处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那个我们当然手中有相当不错 已经有很不错的典藏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机会 把他们召唤回来 因为其实老师也是80多岁的 这个直升艺术家 那我们很希望把他失落多年的这个小孩 那借这个机会完整的呈现 高美馆计划在3月份推出 詹浮云艺术研究展 期待呈现艺术大师至今的创作记录 于是翻拍列出画作的蛛丝马迹 主要寻找对象是1960年代 由詹浮云创作的胶材画 他的这个表现法比较特殊 那饮料也比较吸增 所以本来都是在台北台中 做一个很精彩的发展 可是因为詹浮云老师的关系 让我们南部的胶材画 能够跟这个台北台中做串联之外 形成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他走的就是仲裁 然后形同这个油画的这样的发展 而且因为他的这个参与 造成了这个南部整个胶材体系的可能 而且落实在教育上 即使在今天 詹浮云已油画成为台湾名家 失落的胶材画像是 詹浮云艺术研究展中一块早期拼图 高媒馆发出协讯讯息 希望有机会在展览中 再看到对詹浮云 也意义重大的胶材画作 人说要活到老学到老 这一句话在鸟虫体书法家赵木赫的身上得到印证 他除了写书法非常的厉害之外 也曾经是拥有全台年纪最长硕士头衔的记录 而现在赵木赫把自己目前为止 已经101岁的人生写成一本书 希望可以让所有的人了解他的人生之路 新书发表会上作无虚席 更有人远从海北南下 为的就是要参加鸟虫体书法家赵木赫的新书发表会 那么我觉得老师这种尊师重道 好学不倦的这种精神 确实是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 能来好好的学习 在他身上真的感到发光发日 你看活到了学到了 我觉得我们赵爷爷是活得国宝 民国元年出生和中华民国同岁 赵木赫在大陆远线后两年逃难来台 没钱没身份生活十分困苦 但他不以为意 靠着母亲的一句话 不怕吃苦让他一路熬过来 我妈妈讲一句话 没有不善的演戏 我老了 你就本看他现在就当在省地识别 你就当我死了 有两句话 我妈妈讲 要说得吃苦 不要做坏事 亏想起那段艰苦的岁月 赵木赫一度哽咽老泪重痕 但是当他拿起毛笔 挥好展现鸟虫体书法的功夫时 专注的神情再度展现他坚毅不拔的一面 其中跟随赵木赫学习鸟虫体书法十多年的大弟子叶水荣 谈到能跟随国宝级大师学习书法难掩心中喜悦 认为是人生最好的学习经验 活到老学到老以外 就是面对人生 就像他刚讲的 不怕吃苦 然后不做坏事 就算在逃难也要欣赏风景 没钱也要去旅行 75岁开始当背包客 98岁拿到哲学硕士学位 100岁的人生持续学电脑免ABC 他就是不承认老的赵木赫 还想认识更多有关赵老的人生故事吗 这本新书将带领读者进入他精彩的百年人生 港都新闻黄澜君 潘志光 采访报道 许多的摄影爱好者用相机来记录下美好的人事物 市医院吴义正则是用镜头记录自己的从政理念 并且制作成一年一次的年历 一年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而且一推出都广受欢迎 背着相机 高雄市议员吴义正要用镜头记录城市的发展 以前我们在推动文创 所以说透过设计师把概念 我发现设计师也在进步 文胆在写这个表达的意见也一直在进步 这外一些比较真正的文人看到我们的文章也一直觉得说 就是在进步 拍摄的作品都是出国考察的成果记录 有捷运轻轨 有环保活动 还有更多有关市井小明的生活百态 这些作品印制在年度出版的各类文宣当中 在推广理念的同时获得更多认同的回响 因为这是未来高雄的土花店 我们这里面都有所有的东西 所以以后做的东西你都很期待 对啊 对对对对 因为透过这个阅历会去知道我们在做哪些事情 而不会只是说看到我媒体啊 政治人物只是在互相讲很多事事非非 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价值 那出这个阅历这九年 透过这个阅历让我跟很多的选民 有了一个对这个理念的一个价值 一个互动 我觉得这是最感动的 连续九年推出不同主题的阅历和笔记本手札 出版经费也相当可观 但是让吴义正感动的是 他的这些作品累积了不少的支持者 愿意主动出资协助出版 让他有余力帮助更多公益社团 一起推广公共事务理念 坦白讲要印多少本 我们都要顾多少钱 可是到最后都会担心的时候 又透过这些朋友一万五千 然后像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意义 这品所卖的都捐给地球公民协会 那今年我们没有出售 那我们希望说很多朋友帮忙印 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来缩取的时候 你捐十块一百块我们都不等 我先把这笔钱我们再捐给 这次我们想打算捐给律师协会 今年吴义正的阅历主题是环保 才一推出就有许多民众到服务处询问 让参与制作的服务处团队内心充满成就感 无形中也让议员的理念与市民认同彼此契合 环保意志当然也向下扎根 港独新闻黄莱军镇景红采访报导 以上是民国101年1月7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欧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会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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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修交通安全 一切按照整季 这样才能有一段幸福浪漫的约会 爸 我出去散步 运动一下 爸 穿着明亮的衣服 这样开车的人容易看见 比较安全 走路要走在人行道 否则会很危险 更不能直接穿越马路 记得走在马线比较安全 外出衣着要明亮 走路过街有保障 168捷运系统进入网 我们决定开始简简简简探 搭公车咯 公车来了 你这样子公车无法靠站停车 而且你这样 不仅对车上的乘客很危险 对大家都非常危险 上车了 等一下 要先离让下车的乘客 而且下车的时候 也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 好啦 这台公车底盘好低喔 低底盘公车是为了方便老年人 还有行动不方便的人上车 不是给你玩的 拜托你乖乖针手的威慕 这样子搭乘公车才会舒适方便又安全 事运之后越来越多外国朋友 来高雄旅游 今天带你去认识一位金把美女 这些外国人很奇怪耶 给你观看 感谢观看